其实目前插电视火活动力慢慢的好一点 您可以上车感受一下 第二排的话我们是全系标配了航空级别的按摩座 介绍了最新车款 大陆的比亚迪 既然是车商 怎么能不像远道而来的台湾贵宾 介绍近期招募的四五千名软体工程师 专注研发的高阶自动驾驶技术 就是我们现在测的这一单 来回的话大概八公里到十公里吧 一个科技要努力 就代表就是说不是只有科技的进步 你政府的规范 政府的法治也要跟得上 才能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比亚迪大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 和手机代工厂之一 去年的营业额1.9兆台币 如今它正以中国的速度 打进了汽车大国欧洲 什么叫做中国速度 那就是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 败最多的不是特斯拉 而是比亚迪 全球的销量180.25万辆 同时也挤压了国际车厂在华的成长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本田日产 马自达 三菱汽车和苏巴路 今年4到9月 在大陆的销售都不佳 和去年同期相比 三菱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苏巴路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七 日产则下降百分之二十 丰田持平 这一面是比亚迪的专利墙 它在全球拥有七万名的研发技术人员 全球申请的专利超过了四万份 换算下来 平均每天有19件的专利申请 达到了创办人所说的技术为王 外国车商在大陆苦苦求生 大陆本土的电动车商 竞争也很激烈 北京的未来电动车 近日宣布裁员百分之十 影响大约两千七百人 广州的小鹏也裁了高管 捡了单位 竞争白热化下 大陆车商本身也在进行生死斗 TVBS新闻 谢贤熙 陈向如广东深圳报道